终止Lamigo桃园队19号宣布 股权100%转卖给日本乐天 2020年起将由乐天经营 不过球队会续留桃园 也会继续聘用球团人员 乐天公司他们的理念 以及对于台湾市场的看法 对于运动行销方面的一些经验 刚好与我们Lamigo 其实在很多地方的理念都很相同 因此双方在沟通部门当中 非常的顺利 刘介廷指出乐天公司 桃园的人才库所有相关的行政人员 都会留用工作人员的权益 不受到影响至于领队和副领队 是否留任刘介廷笑说 现阶段没想那么多 已经没有什么遗憾的说实在 高高低低高潮与这个谷底都经历过 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一心一意的想要把这支球 把它发展到一个更好的层次 把该做的交接把它做好 今年将是Lamigo桃园在终植最后一个球季 总冠军赛结束后将会举办告别赛 感谢球迷多年支持 中央世界张欣慰台北报道